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17日表示 有关被以色列轰炸的加沙地带媒体大楼 他尚未看到来自以色列方面证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其中活动的证据 当地时间15日 加沙地带驻有美联社、半岛电视台等国际媒体的大楼遭到以色列军方轰炸 以方称 哈马斯将这栋建筑物用作军事情报点 美联社执行总编布兹比此前表示 没有看见 看到以色列发起这场轰炸的证据 要求对此发起调查 此外 布林肯还表示 如果各方寻求停火 美方准备提供支持和斡旋 尽管美国CDC上周宣布 在大多数情况下 完全接种疫苗者不再需要戴口罩 室内也无需保持安全距离 然而 美国联邦运输安全管理局TSA指出 在今年9月14日之前 口罩令仍然有效 搭乘飞机 巴士 火车 等公共运输工具时 民众仍需要佩戴口罩 据悉 若企图违反口罩令 且造成威胁 恐吓或暴力扰乱行为 将面临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最高3万5千美元的罚款 甚至入狱服刑 FAA局长 Steven Dickson说 他们对不遵守规矩的行为 采取零容忍政策 美国财政部17日表示 从7月15日起 约有3900万个家庭 将获得每月的儿童补助 这项款项是美国总统拜登 1.9万亿美元的新冠救助计划的一部分 该计划将儿童税收抵免扩大了一年 旨在大幅减少儿童贫困 符合条件的家庭 每名6岁以下儿童可获得每月300美元的补助 6岁至17岁儿童可获得每月250美元的补助 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在每个月的15号收到补贴 周末或节假日除外 美国国税局表示 有孩子和调整后的总收入高于7.5万美元的个人 或者夫妻联合申报额度高于15万美元 获得的福利将逐步递减 对于收入超过9.5万美元的个人 和收入超过17万美元的已婚夫妇联合申报者 将不再享受这项福利 5月16日 美国洛杉矶的一场烟火面积已达520公顷 超过1000人受到影响已被疏散 另有130多户居民面临火势蔓延的风险 洛杉矶消防局表示 此次大火始于当地时间14日晚间 受当地干旱天气和强劲大风助力 火势蔓延开来 截至16日 消防人员尚无法对火势进行围堵 洛杉矶纵纵火案调查人员和警方 拘留了两名与火灾有关的人 但具体调查情况尚未公布 热带气权陶特携带暴风雨 袭击印度已造成8人丧生 当地官员16日表示 西部古吉拉特邦沿岸15万居民将撤离家园 预计疫苗接种工作将暂停两天 灾害管理当局表示 豪雨与强风重击卡纳塔克邦 已造成4人死亡 旅游圣地果阿首席部长萨旺特也表示 省内有两人死亡 约200栋房子摧毁 树木被连根拔起 道路阻断 此外 在喀拉拉邦有两人丧生 空有23名渔民失踪 印度目前仍饱受第二波新冠疫情困扰 医疗系统濒临崩溃 热带气旋袭击将使当地抗疫形势进一步复杂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文一号探测器 成功在火星预选着陆区乌托邦平原南部降落 实现绕拙寻目标的第二步 自2020年7月23日成功发射以来 天文一号已累计飞行296天 在奔赴火星到成功降落的征途中 天文一号需要经过发射段 地火转移段 火星捕获段 火星停泊段 离轨着陆段和科学探测段6个飞行阶段 其中离轨着陆是火星探测任务成败的关键 探测器从火星大气层穿越一直到着陆 会经历一段恐怖7分钟 世界上现有的40多次火星探测任务中 飞行器能够安全度过这7分钟的仅有9次 在天文一号闯过火星征程中最关键的难关后 让我们共同期待更多来自祝荣号火星车 在第三步巡视探测阶段的工作